中間的時候一直增加 差一點連邱大仙都沉到水裡面 然後到最後那個包袱 就隨著那個河水飄走了 這個時候雖然有渡過了河 可是那個人非常的懊惱 然後邱大仙就問說怎麼了 到底是什麼事 那個包袱有那麼重要嗎 他說那個包袱其實是 那個敵軍的向上人頭 敵軍降臨的向上人頭 然後他這個包袱 如果沒有交回去的話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 跟他的那個元帥交代的 然後邱大仙就說 那我的頭 我的頭送給你好了 他說怎麼可以 萬萬不可 而且我不可以殺那個 手無寸鐵之人 而且這件事情也不是你的錯 邱大仙就說 可是你如果不殺我你怎麼交差 然後他說對啊 我尚有高堂 然後妻兒老小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這個時候說 邱大仙就說 你就不用考慮了 然後邱大仙就這樣子 拔了那一個人的劍 就拔了他的劍 叫自己這樣子自殺 結果這個時候 那個三個人 三個仙人 突然間都在空中 他們就化成三個仙人 就說還我的物來 就說秋長春還我的物來 原來他們就是三個仙人 然後今天的這一個只是要試試 他本身的這個道心 然後他說你只要認真修行 六年可成 七年存到這樣子 然後秋大仙他就非常的高興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想 我已經快要存到了 我已經快要修成正果了 我大腦去看看 這個賽螞蟻怎麼說 結果他跑到那個 他就咻一下就飛到賽螞蟻他家中 那賽螞蟻看到他他就問說 那個你還認得我嗎 然後賽螞蟻就說 我不認得耶 我不認得 然後這個時候啊 秋大仙就說 我就是你之前說的那個藤蛇鎖口啊 那賽螞蟻就說 不對不對不對 您的面相啊 您的面相啊 極富大富大貴 其實啊您的面相啊 已經啊 是雙龍細諸而不是藤蛇鎖口 然後他就說真的嗎 他說對 您啊 這個時候啊 賽螞蟻跟秋大仙說 您一定是大善之人哦 否則怎麼可能面相能夠 有這麼大的改變哦 從藤蛇鎖口變成雙龍細諸 所以啊我們知道 一個人啊 修行人或者是一般人 我們啊 累積了這麼多的善事啊 其實是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增加我們自己的資分 也增加我們自己 靈性上的那個光輝哦 然後 剛剛的這兩個故事啊 其實都是他們的命運 原來是普通 或甚至是不好 改成變成非常好的 那接下來啊 後續要跟各位前嫌分享的 就是這個方仲勇的故事 那方仲勇啊 他是北宋時候的江西 京西縣人 世世代代都種田哦 也都沒有念過書 也沒有人會寫字 然後他五歲的時候啊 他有一些人就哭著 跟他爸爸說 爸爸我要紙跟筆 那父親以為哦 他是胡鬧 他從小都在田間長大 紙跟筆都沒看過 怎麼可能呢 然後啊 他就硬哭著要 那爸爸只好跟林家 鄰居借來了筆跟墨 還有宴臺 那他就磨好了墨啊 攤開紙 不慌不忙就寫下了四句話 爸爸根本看不懂 爸爸就把這一個 這一個詩啊 拿給隔壁的鄰居看 老先生一看之下 隔壁的老先生看的 非常的稱讚哦 他說啊 這首詩啊 是說明哦 奉養父母 跟團結宗族的道理 好題目 好文詞 好詩哦 那仲勇真是個天才兒童啊 不久啊 這個是就傳遍了鄉裡啊 大家都認為說 哇 仲勇真是天才兒童 然後就四處的去派會 很多人請他寫詩 然後把他們當貴賓招待 還送給他們金錢 然後啊 仲勇的爸爸就天天帶著他 去拜見鄉人 炫耀他的才華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 忙著拜會應酬 到最後根本就沒有時間學習 到了十二三歲的時候啊 他的才子已經完全消失 他做的詩呢就平凡無期 所以就這樣擁擁擁擁過了一生哦 所以啊 即便天賦再高 命再好 如果我們不努力 有用嗎 沒有用哦 到最後也不會有成就哦 所以啊 就會像那個 心命師一樣哦 心命師寫的 心好命又好 我們富貴知道啦 那命好心不好呢 福變成禍照 那心好命不好 禍轉為福報哦 心命拒不好 遭平遭殃且平夭哦 所以啊 其實心念才是改變我們習慣最原始的原動力 心念要如何來擴展來改變我們的習慣 有三個最要緊的 第一個就是要有多元性開創性 那我們的心呢 多元 越多元越開創 第二個就是要包容性 第三呢 就是要積極 其實就是所謂的智仁勇 因為多元性開創性就是我們的智慧 那我們智慧啊 可以解開 自己解開眾生的八萬四千種煩惱 那包容性就是要仁愛慈悲心 積極性呢 就是要勇敢哦 要有智仁勇的精神 才可以這樣子來改變我們的命運哦 那怎麼樣有多元性開創性呢 培養這個開創性的思維啊 我們要面對這訊息萬變的這個末節時期哦 所以啊 這多元性的這個心念啊 是改變我們習慣的動力基石 然後學問各位一個問題哦 一到九啊 的數字做這樣子的分組 然後我們看看它的依據是什麼哦 一三七八這樣子一組 然後二四六一組 然後五跟九一組 那他們的依據是什麼哦 你們知道嗎 一三七八 二四六還有五跟九 他們是怎麼分組的 不是加法 也不是減法 乘法除法都不是哦 它怎麼分的呢 它是注音第一聲 第二聲第三聲 因為一三七八 一三七八是一聲 二四六是四聲 那五跟九呢 都是幾聲三聲 然後呢 多元性的那個 這一個 這一個開創心念啊 後學跟各位分享一個故事啊 就是 乾隆皇啊 跟紀小蘭 那有一天啊 乾隆皇他就帶著 紀小蘭啊 去江南玩 一路上山明水秀啊 景色迷人 那船走到江中的時候啊 避破萬情哦 沙歐祥吉哦 令人啊 心曠神矣 這個時候啊 紀小蘭啊 跟彭元睿啊 就陪在乾隆皇的旁邊 然後啊 就從這個窗戶裡面啊 看著江中的景色 然後這個時候啊 皇帝就說 紀愛卿啊 正紀起來啊 曾聽你說過啊 你對死格不敬仰萬分哦 然後呢 這個紀小蘭就愣了一下 皇上心不在焉哦 怎麼不欣賞這個美麗的景色 又在想些什麼 我要謹慎回答 他就說萬歲哦 死格不啊 是成等的楷模 是成非常的敬仰 那既然如此啊 那正道要問你哦 他就看一看哦 露著詭捷的笑容哦 這個乾隆皇就看一看紀小蘭 然後笑得非常的那個皎洁 然後那個皇上請講哦 不知皇上要出什麼難題 紀小蘭他其實也很緊張 然後啊皇上就說哦 乾隆皇說 自古以來 忠誠皆不怕死哦 可信乎哦 紀小蘭就說當然可信啊 然後乾隆皇又說 那愛卿想必也是一個忠誠吧 乾隆皇說著神色非常的莊嚴哦 紀小蘭看看乾隆哦 心裡想哦 完蛋了怎麼會這樣講呢 然後他就說哦 趕快哦 跪下來說哦 臣賜膽忠心哦 效忠陛下 情願啊干擾塗地哦 萬死不辭哦 然後啊 這時候乾隆皇哦 悠悠的說哦 何用萬死 正子要親一死足矣哦 那乾隆皇就這樣講 紀小蘭就想 天啊我又哪裡讓乾隆皇不滿意啊 居然要叫我去死啊 然後啊這樣相架這個死罪哦 然後我想是不是皇上要跟我開玩笑哦 然後這個皇上的話哦